官方刚出来的我国三月的PMI 不管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 都是超过一期的 第一 制造业的PMI是有一点点下降 但是非制造的PMI是大幅的升高 说明我们的经济还处在复苏的传导期 服务和消费成为了这个时期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传导到制造业还需要点时间 不过这个数据是利好股市的预期的 所以说周五数据出来以后 股市是涨的 第二 看制造业这边 51.9%的PMI主要是来自于大型企业 这是53.6% 说明还是由央企和国企驱动的 新增的订单是从政府这边来的 所以说大家看生产指数 也就是生产出新库存 以及新订单的指数 这些数据都不错 但是中小企业 民企和外企这些还没有上来 这点还是需要时间的 最后销售的价格还是在通缩 就业的指数也是低于融合线的 比上个月还降了 说明制造业的利润和用工的景气水平 还是不行 这也正好印证了 前几天统计局刚发的 一二月的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 大幅下滑的数据 所以说制造业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大家对经济复苏的预期也不能太高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我认为政府还得需要加大一些消费刺激才可以 谢谢大家